湖南平江县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水灾害 老城区三分之一新城区二分之一被咽 大片农田被毁 居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随后平江县向全国发出救援请求 希望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由平江县红十字会承接捐款捐物的工作 并承诺灾后会公布各项物品资金的使用支出情况 有网友留言说 不信摇不传摇增强反扎意识 如果一定要捐必须办捐款证 对于恶意捐款的要严厉打击 再看看这个评论说 看到或听到红十字会 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郭美美怎么捐 也有网友讲 一夜出动二十多万人查电动车 抗洪抢险救灾的时候 他们去哪里了 城管农管党政机关领导去哪里了 赶快顶上 还有网友的评论更加扎心 全国各大高校每年给留学生的补助标准 十几二十万 应该叫他们捐才对 他们对中国啥贡献也没有 平时白吃白喝白拿 甚至更有网友表示 查几个贪官几亿都有了 干嘛还要老百姓捐款捐物 总之冷嘲热讽占了绝大多数 支持捐款捐物的人寥寥无几 这和以前发生自然灾害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可是面对这一现象 总是有人想让老百姓去反思 说现在群众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冷漠 听着这个话就来气 老百姓有什么错 凭什么要反思 最应该反思的是 民主的情绪到底从海而来 是什么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乐善好事的中华民族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是那些贪官污吏 是那些懒症恶症的执法者 是那些手里有点小犬利 却给群众制造最大障碍的坏分子 还有奸商美 郭美美们 超国民待遇的留学生们 是他们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社会问题得不到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妥善解决 老百姓心里有委屈 有怨气 自然会有抵触情绪 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民心不可为 民心不可欺 公信力丢了 再想找回来就难了 民心散了 再想凝聚起来更难 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认真反思 现在还只是震灾 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战争 没有人民支持 又该何去何从 至于捐款捐物 我个人的观点是 有人不想捐 那就不捐 不要道德绑架别人去捐 对于那些慷慨解囊 服威济困的人 我们也要大力弘扬 其实在大灾难面前 我们的老百姓还是善良友爱的 因为很多网友都在说 如果捐款 我只捐给韩红基金会 因为韩红是真的把捐的每一分钱 都用在救灾上 最后想说 这两年老百姓的日子 越来越艰难 负债的人也越来越多 捐款捐物也量力而行 每个人只要守好自己的小日子 不给国家添乱 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好 期盼这次洪水早点退去 期盼灾区的民众平安 灾后的重建顺顺利利 早点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请关注留言 得云 发生的看法